北京冬奥会是国际社会的一次体育盛事 朋友来了有好久 中方将当好冬道主 与各方一道努力 举办一届简约、安全、精彩的冬奥会 但必须指出 中国军队对外部挑衅、突发事件 是有充分准备的 关于美方承认马斯廷号是故意的抵径真正 中方并不觉得异败 事实本就如此 早在去年4月 中国军队在现地处置的基础上 已对此进行了严厉批驳和严正交涉 但令人震惊的是 美方对这种军事挑衅行动 不但不以为耻 反而引以为荣 这种霸权综合症和认知障碍症 确实到了该好好治一治的时候了